今天我們要做地下鐵纖帶鐵線一日游 現在我們全新一站是在大家的慕公園站 我們到了很有名的一家麵包 給他叫做365 他的巧克力豆的下面就是巧克力醬 不一樣的巧克力 好吃的 是苦甜苦甜的那種巧克力 好吃 經過代代部公園就可以到達了原初過表餐道 吉林代代部公園就是有名的明治神功能 現在我們到了日本冬季最有名的名牌街表餐道 現在從表餐道到南武館站 那我們家一站就會到南武館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對面的南武館城市 我們現在去國立新美術館 國立新美術館路館基本上是獨用費用的 然後如果說你要看展 你可以一定進去下面的廠道收香助購買 對 那美術館跟那個南武館的地下鐵站有集結 所以其實可以直接從美術館隨便走到地下鐵 我的午餐來了 那我點的是雞肉的漢堡牌跟辣的炸雞塊 那中午這樣子配起來也會很貴 它這個還蠻華盛的我覺得 我們從大手艇走到的東京車站 以前它有一些工程所以有圍起來 那現在已經都拆掉了 變得真漂亮 我們已經走到了更近深深了 我們到了千代目站了 我們現在找到什麼地方啊 古中商店街 我們從古中銀座商店街走到了古中的阿卡利 咖啡開了吧 進去看看吧 對 好像在人家家的做客的欸 對啊 這樣後面 有色果香的 我們來到了北欠柱的美食商店街 那這邊有很多的餐廳食店 然後在美食網站上的評價也都還不錯 今天我們的天帶前線一日遊呢 就在北千住會放下一個完美的據點囉 歡迎大家follow我們的行程 我是Hester 我是瑋恩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